一家三口在帐篷内使用取暖设备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酿成惨剧 还有一位这一排的大哥 在车里燃炭烧烤 外面的人怎么叫都叫不行 最后只能砸窗救人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起事故有个共同点 就是在封闭的空间下 使用明火设备 不管是烧燃气 烧煤油 烧柴火 还是烧炭 它们本质上都是明火 在封闭的空间 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无法充分的燃烧 会释放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 只需要几分钟 人就会开始头痛 晕眩 恶心 四肢无力 长时间吸入 可能会出现肺水肿 失去意识 甚至死亡 而且因为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 所以当事者很容易放松警惕 等到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 已经一时模糊 失去逃生能力了 因此 大家在室内使用明火取暖设备的时候 一定要谨记以下几点 首先 一定要保持室内的通风 保证暖炉的充分燃烧 其次 一氧化碳的密度是要比空气小的 很容易在帐篷的顶部开始聚集 所以一定要把帐顶的透气口打开 然后对角线的门窗 还有帐底 也要适当地打开一些 保证整个帐篷内部的气体流通 第三 只要你是使用明火取暖设备 一定要准备一个一氧化碳的报警器 实时监控帐篷内部的气体情况 稍有不适 马上离开 还有一种比较稳妥的室内取暖方式 就是使用户外电源 加上电热毯的这个组合 一般的双人电热毯 它的功率是在120W到150W之间 像我自己使用的这款得1300W 正好是可以运行10个小时 所以晚上也是非常暖的 总之户外情况多 大家一定要打起120分的警惕 在享受户外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